今日天气很炎热 顾锦芝和江西一路到了明慧大长公主的住处 两人已经额头浸汗 丫鬟半接起翠绿色粘帘 割了冰块的房间 气流溢出来 清凉拂灭 淡香明长 江西先进了屋子 顾锦芝随后 明慧大长公主正在抄写佛金 见顾锦芝和江西进来 她才放了手里的笔 让丫鬟把她抄写完的佛金仔细收起来 然后静手 出来和顾锦芝说话 真是有福气啊 明慧大长公主看着顾锦芝的肚子赞道 当年在阎陵府 我一瞧你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 顾锦芝的脸颊有点细长 下巴尖尖的 并非大福之相 若不是她对太后有恩 又有朱仲军爱她在后 她想做这个卢阳王妃 面向上就过不去的 但如今她一口气为朱仲军添了三个儿子 谁敢说她福薄呢 顾锦芝笑了笑道 公主灭在 是王爷有福 我占了王爷的福气 明慧公主也微笑 然后趁机看了眼江西 江西这么多年无子 江府上下 无不替她操心的 江西蒙撇过脸去 明慧公主也不是能啰嗦之人 知道江西很忌讳说这些的心思 就没有多谈 大家说着话 江夫人和江家两位少奶奶也来服事了 顾锦芝起身 和她们见礼 好些日子不见公主 想着来请安 并无他事 当江夫人隐慧问顾锦芝来意的时候 顾锦芝解释道 江夫人无疑是不信的 就给江西递颜色 江西也不看母亲 顾锦芝倒是趁机 把江夫人看了个遍 从她的面相上看 她应该是便秘 只怕也有了些时日了 没有浩漫 没有看舌苔 单单看看面相 顾锦芝也看不出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便秘 江夫人和江家的人 并没有骗江西 江夫人没有其他比 真是只是便秘而已 顾锦芝也不知道 江家有什么规矩 或者隐晦 但江夫人没有请她看病 她也不好贸然说什么 她默默给江西定了个颜色 江西就知道 顾锦芝心里有数 也淡淡收了口气 说了会儿话 江西要告辞 江夫人一头雾水 当 这正中午的 日头毒辣 你受得住 王妃可不行 她是双绳子的人 既然来了 吃了午膳 半下午 日头缓了些再回去 你这急急忙忙的 是做什么呀 江西想到顾锦芝 临来前跟她说的话 值得撒谎的 顾锦芝家里还有孩子 一刻也离不得她 江夫人就不和江西说话了 只看着顾锦芝笑道 家里有乳娘 哪里就委屈了少爷们 王妃难得来一趟 粗茶淡饭 吃鞋再回去 否则 公主和我们都不安心的 明慧公主 把江西的神态瞧在眼里 知道江西和顾锦芝 近日来是有目的的 而江西 又这么迫不及待想走 足见有鬼 于是 明慧公主也开口挽留顾锦芝 用了午膳再回去 要不然 就是嫌弃我们府上的饭菜 粗略了 顾锦芝 不顾江西 几眉弄眼的 答应下来 那我就确实不恭了 他答应留下来用膳 江西咳了咳 江夫人没等他说话 就压了他的话头的 你若是有事 你先回去吧 改日再来不迟 江西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知道自己在母亲跟前弄鬼 已经惹恼了母亲 值得笑嘻嘻地道 我哪有什么事啊 娘这样说话 慢人听了 还以为您是赶我走呢 明慧公主笑起来 江夫人也无奈地笑了 江家并没有什么隐晦 不能对人言的 但便秘这种事 对于女人而言 总有点尴尬 觉得是恶极 不易过多宣扬的 江夫人只请了魏太医 一开始 欲变而不能 五六日都不下变 腹部又胀透 人很难受 江夫人也不好 把这种私密事 告诉外人 她就忍了下来 忍了大约半个月 家里人都看得出 她不太舒服 明慧公主 又是个眼尖机敏之人 就问她 你是不是哪里不太好啊 江夫人值得如实说了 明慧公主见多识广 盲笑道 这是小鸡 最平常的病 得着便秘症的人 多了去了 没什么好修的 你也是做了祖母的人 不必如此 江夫人点头道是 明慧公主 却让她去请了个太医 太医也说是小病 看了几贴浸润之计 让江夫人先吃半个月 便秘自然就能解了 哪里知道 江夫人吃了浸润之计 便秘并未见好转 反而大便更加不能 从前五六日还能下一次 如今七八日都不下 大便素体 部障难忍 江夫人是更加痛苦 那位太医又换了个方子 结果还是不行 太医说了个民间的验方 让江夫人 一手掏粪 来缓解大便 不能的痛苦 江夫人是个雍容高雅的女人 她觉得 这一方法 污秽不堪 令人作呕 并未实行 而后 着实难受得紧了 就让丫鬟 帮忙掏粪 这过程是痛苦万分的 又臭气熏天 别说是儿媳妇和女儿 就是袁平侯江梁 她都为吐露半个字 虽然是治病 但过程难以启齿 江夫人每次都是轻描淡写的 说给外人听 她又令丫鬟紧风起口 她觉得尴尬 她越是这样 外人越发觉得 她隐瞒了什么大病 就像江西 从开始发病到现在 已经快三个月了 江夫人不想换太医 弄得人尽皆知 又觉得她请的太医 也算是个名医 其他大夫未必就在她之上 需要假以时日 病才能慢慢好起来 今天 江夫人又有六七天未通便 肚子很不舒服 从她脸上都能看得出来 她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江西都看在眼里 顾景之却没有什么表情 江夫人就瞪了眼江西 暗示她别胡说什么 吃饭的时候 江夫人神色间不畅 任谁都看得出来 江西忍了又忍 最终没能忍住 直接问 娘 您到底是怎么了 您这样瞒着 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今日请顾景之来 就是想给您瞧病的 有病就看一吃药 您瞒着有什么用啊 大家的目光都在江西脸上 顾景之也有几分难堪之色 江夫人却没有回答 她沉默着 过了虚语 她才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对顾景之的 原来王妃今日是带来看我的 我感激不济 然后就以茶代酒 要进顾景之 想把江西的话接过去 她丝毫不提生病的事 便秘这种事 在饭桌上说 太傻风景了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江夫人不想如此失礼 江西不像其他女孩子 关心好看的衣裳 漂亮的首饰 艳丽的脂肪等 这些江西都没有兴趣 她除了爱读书写字 就是看重家人 江西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知道江夫人不好 江西就方寸大乱 她不相信江夫人的话 也许在江西看来 便秘仅仅是小鸡 没必要吞吞吐吐的 既然非要欲言又止 足见说什么便秘 只是唐色之词了 可任何的病 都有严重与否 到了江夫人 这么严重的便秘 已经是大吉了 江夫人并没有骗任何人 她只是轻描淡写 她很怕顾锦之追问 顾锦之 却是个谨慎的人 见江夫人如此 她果然端起茶盏 轻轻抿了一口 顺着江夫人的心思 把话题接过去 顾锦之没有理会江西 让江夫人松了口气 江夫人这才抽空 瞪了眼江西 顾锦之也暗中给江西使眼色 江西见大师已去 懒得在说什么 闷闷地喝了几口酒 明慧大长公主 和江家两位奶奶 都没有开口 见场面有点冷 明慧大长公主 清了清嗓子 对顾锦之道 两个媳妇 你让王妃给你瞧瞧 你这病啊 也是一日日耽误了 王妃自幼和心情要好 就像是自家孩子 没必要遮掩什么 谁不生病啊 生病了 还顾什么体面呢 江夫人脸为红 顾锦之笑着 依旧没有主动开口 他怕江夫人难堪 明慧公主的话 江夫人是不敢不听的 江夫人犹豫了一下 最终笑着道 娘不如等用完了午膳 再请王妃瞧瞧吧 来者时刻 总不能不让王妃吃饱饭啊 明慧公主就笑道 也是啊 心劲儿急了 我也跟着着急了 这要是说出去 咱们家如此待客 叫人笑掉大牙的 饭桌上气氛一松 江心也露出了笑容 我也好几年不看病 手有点声 又身滑六甲 只怕看得不那么准 若是夫人信任我 我回头给您把把脉 顾锦之道 她把自己愿意 给江夫人看病的态度 表达了出来 江夫人道谢 江心冲顾锦之眨眼睛 顾锦之提笑杰飞 午膳之后 江夫人把顾锦之请到了内室 江心要进来服侍 被江夫人赶了出去 看得出 江夫人是个非常在乎别人看法的人 她的恶极 她不想让更多人知道 哪怕是女儿 顾锦之留意到了这点 她想 回头自己说话 也要委婉几分 进了内室 江夫人这回倒也不扭念 直接把自己的病症 吃用的法子 用过的法子 都交给了顾锦之 听到鱼手掏粪 来解决便秘的说法 顾锦之眉头 也不经意醋了醋 便秘到了如此程度 江夫人 的确是吃了大骨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